近年来交通日益发达 华人往来中美之间日加频繁 许多民众认为在国外期间 自己美国的汽车保险也使用不到 不如临时取消或是不续保 这样可以节省些保费 到底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呢 请看今天的林大卫 保险智库 每逢家节被世青 古十二华人只有在过年的期间 才有机会千里迢迢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许多民众认为在国外期间 他们想到自己在美国的汽车保险 使用不到 不如临时取消 或者干脆不续保了 是不是可以减省一些保费呢 其实不是不行 只是做法要正确 才能避免日后的风险 通常如果是短期旅行 或者出差大约一两个月到国外 是没有必要去取消的 因为加州车管局有规定 拥有汽车必须要有汽车保险 否则行车执照就会吊销了 如果是民众长期 好像半年以上待在海外的话 是可以考虑将汽车保险取消的 但是首先你要到DNV 或者它的网站去填写所谓的not in use 不用了 这种表格送出去以后 才能合法的取消汽车保险的责任 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汽车是有特别价值的 或者是有贷款的这种新车 这个时候你可以承保一个加一个叫所谓的comprehensive coverage 就是车身全保险 所以万一你在国外这个车子遭到盗窃了 或者是重属破坏了 或者是火灾这种等等事物 保险公司是会完全理赔的 再来就是美国境内许多居民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想与外州的家人同住 常常会从这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去了 在搬家前后呢 是可以不需要马上换这个更换汽车保险的 但是在搬家以后 保险续保的时候 或者是你搬家以后到了当地一两个月以后 还是有必须要重新购买那一个州当地的汽车保险 这才是正确的 但是呢 在同一州 比如说从加州LA搬到北加州的旧金山 是不需要更换汽车保险的 也不要更换牌照 只要通报你的经济 或者是保险公司 更换一下正确的地址 就完成了一切手续了